14点58分了啊 朋友们 这个 这个两个教授啊 反正岁时大这老太太吧 想当副会长估计惦记了多半辈子了 没当上 是吧 哎呦 你年轻的时候你裤腰带松一点不行吗 是吧 哎呀 人家不是说这个 都比较俗啊 人家不是说腰里噎着扁扁货 走遍天下不挨饿 是吧 男人 没主意一辈子穷 女人没主意一度的怂 是吧 学书界不是也好多都是这个吧 对吧 毛泽东那会儿不就安排几个浙江省乐剧团的小姑娘 都北京大学都直接上学去了 没经过任何考试是吧 此处省略二十万字 听听啊 凡事皆有因果 我于汪海燕之恩 说来话长 前前后后二十来年 是吧 汪海燕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时想留校 我是时任所长 是我把他招进行诉研究所的 就是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所 给他这碗饭吃的人是我 不过中国是啊 这种人身衣服 私乡瘦瘦 如果他那会儿肯定不止他一个人想留校 那他要给别人这职位也能给 对吧 因为中国就没有规则 中国都是人际关系 裙带关系 走后门 拉关系 拉帮结派 勾心斗角 吃吃喝喝 吹吹拍拍 马屁精 马屁文化 阿谀奉承 中国都是 说难听点 都是个狗鸡不东西 对吧 脏 恶心 龌龊 黑暗 潜规则 不公平 对吧 有谁 有几个视频 真才实学呀 是吧 中国政法的老校长叫江平吧 好像去年还是今年 刚过了九十大寿吧 那老头不错 六四之后 还保护了本校的学生和 和这个老师 中国政法好像被解放军 被戒严部队 被当兵了 打死了三个 还打死几个 失手都拉回学校了 浑身是血 就给停灵 停在大礼堂 对吧 这中国政法 你像这个公安系统 公安口 像这个这个 最高检 检察院口 最高法 法院口 包括司法部 监狱 除了中国政法 西南政法 也出了好多人 什么公安部副部长 杨焕宁 好多也是西南的 这些人 你要到了这些公检法 也都慢慢的堕落了 都腐败了 草菅人命 对不对啊 甚至买卖人身上的那些东西 对不对 这我咱都知道 我前年做那节目 有一北京大姐 他老公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 这个禁毒处的 他认识的人 外地的河北 苍州的是哪的 那个老板 有钱的 到北京来 找到最高法 找到死刑犯 为什么呢 他们家有病人了 明白了吧 哎 他亲口说的 他老公死了 他老公癌症死了 北京的大姐 这人不错 这北京大姐 人不错 是某著名 艺术家的经纪人 好吧 这个入职后 啊 为了他能够顺利站上讲台 胜任刑诉课的教师 我专门安排时间 在昌平校区办公室 十一层刑诉研究所办公室 帮他备课 竹章竹竭竭条的讲解 不仅讲刑事诉讼法 还讲了证据法 哎 我对你是有恩的 小Z 别忘恩负义 是吧 没有我当年给你的奶水 你能长这么大吗 是吧 没有给你的灌溉 你能长成一棵大树吗 对吧 这叫什么 叫饮水不忘挖井人 是吧 你要知恩图报 是吧 中国都是江湖 是吧 哎 我是跟着宋江大哥混的 我能跑方拉那去吗 你现在还反我了 是吧 你他妈的这个叫什么 翅膀硬了 是吧 你就要飞 啊 我主编的国家十一五的教材规划 修订时 他提出要参加编写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哎 行了 现在估计这老太太要退休了 到站了 这叫到站了 是吧 你你 人家也该有心的 自己要要飞了 要自己 闯出一片天了 对吧 就拜拜了 对吧 好